涅槃是不生不明 在中国 古遗犯作灭 像这个四地里头 苦疾灭道 灭就是涅槃 凡于是涅槃 灭什么呢 灭烦恼 灭见识烦恼 灭沉沙烦恼 灭无名烦恼 这都叫涅槃 心意里面 玄庄大事以后 都翻作原集 云是功德圆满 疾是清净即灭 这个意思也很好 疾跟灭的意思相同 云就是自信的信德 如果烦恼灭掉了 自信 圆满的信德就现成了 所以这个意思 自信里面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耐能 有圆满的相好 样样圆满 没有丝毫欠缺 这你自信里本有的 所以圆满的意思也非常好 千万不要误会 把涅槃当作死 那就错了 涅槃不生不灭 可是真的 有不少人呢 把这出家人死了 都叫入涅槃了 或者都叫原集了 错了 以前李老师 跟我们上课常常提到 人何着不行啊 人家都不赞叹了 可是死了之后都成佛了 都叫摩摩 原集了 原集是成佛了 那哪一个不死呢 死了都成佛了 不必修了吧 就这是 对于佛法里很多名词属于 没有真正了解 不得错用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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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